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它做一個上方形A B C當中 A點 B點 C點 只要求線段AB邊散的高 來怎麼說我們畫出來理解 我們畫一個上方形A B C出來行不行 請問要求什麼 求線段AB邊散高 老師現在請問一下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到底乘什麼高吹幾二 所以說如果說你AB為底的時候 對吧從這邊做一個垂直下來是什麼 高對吧 所以說AB的高 也就是從C點去對AB做一個垂直下來行不行 麻煩你把這段高給算出來行不行 這段高怎麼算 這段高老師可以把它解讀成 這個點到這條直線的點線距離可不可以 因為點到線的距離是做垂直下來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所以說麻煩你把高算算直接帶點線距離公式 這時候怎麼帶 觀察一下 有沒有點 有 有沒有線 沒有對吧 所以說這題第一步麻煩你把什麼 把直線AB翻成四算出來行不行 這時候把直線AB翻成四算出來怎麼算 有沒有A點有 有沒有B點有兩個點 求直線怎麼算 麻煩你先算什麼 斜律行不行 斜律怎麼算 把A相減 -1-3次起 -4 分之Y相減 -3-0次起 -3 這時候負負得 整 所以斜律是起 四分之三 有斜律之後斜律是起 負得 B分之A 所以A是3A B是4Y 加號變 減號尾巴再加K等於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這時候只要把K算出來可不可以 怎麼算 麻煩你把A 或是把B 帶進來行不行 帶哪個比較快 我們帶A點好不好 OK把A點 3 0 帶進去 9-0加K 所以K就是極 負9 K是負9 帶回去 所以說這條直線四極 3S-4Y 加金球等於0 好 算出這條直線之後 題目是要求這個高 怎麼算 麻煩帶什麼公式 跌 斜 距離 可不可以 有跌 有線 求距離怎麼算 根號 A平方加上B平方 把這條直線前面AB平方相加開根號 根號多少 30平方9 加負4平方16 分枝絕對值 把這點數標帶進來 把A開始用1帶 Y用1帶帶進去 3-4-9行不行 3-4 負1-9負10 絕對值是幾 所以算出來是幾 5分之10 所以說這段高是幾 2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麻煩你 趕快把筆記整理一下 OK OK